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所不知道的中国 中国这么大永远读不完 你所不知道的中国 今天来到了西藏 我是拉萨电视台的主持人 吉虎穆古墨 龚卡姆萨 大家好 我们将从这里出发 带领大家去看一个 你既熟悉又陌生 正在发生日新月异变化的新西藏 雪域盛成穿越千年 拉萨八阔街的改造 为世界古城保护 提供了怎样的启示 拉日铁路代表当今世界铁路建设最高水平 这条云端上彩虹建设中的世界难题 如何解决 二十年对口之人 以国家力量促进资本转移 中国力量在世界污集上 创造出怎样的骄傲 你所不知道的中国 带你走进日新月异的西藏 探寻雪域高原 那些奇迹和温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日正基础设施之后 火灾隐患的一系列问题 日益凸显了出来 多吉一家世代居住在八阔老街上 他们目睹了古城的历史巨变 见证了拉萨的飞速发展 也渴望着能改善自己的生活环境 提高生活质量 跟上时代文明的步伐 水为啥上不来呢 有水是有水 还是水压力不够 天啊 以前冷不冷啊 然后要是冷的话 咱们是通过什么方式来解决这个取暖问题 烧牛份 烧柴果 加入灰毒的那种烟 老城保护和改造 是一项世界性的难题 在雪域高原 进行老城的保护和改造 更是一项亘古未有的事情 如何保持八阔街原有的历史风貌 保存它特有的文化价值 又能方便今天人们的起居生活 体现时代的文明进步 这是决策者需要严肃思考 和坦诚面对的两难角度 2012年底 拉萨市共投资约15亿元 正式启动八阔街老城区改造工厂 坚持旧旧如旧的原则 保护好魂物古建大院 保护好各大宗教建筑和传统邻居 街道铺设的食材 是整个维修工程需求量最大的建筑材料 因为地处高原 对它的反光率 强度 防伐性 渗水性 都有着特殊的要求 后来在一位牧羊人的指引下 才在海拔5300米的峡谷中 找到了这种符合标准的秧巴石 为按时完成任务 工人们在冬季的采石场搭起了帐篷 白天施工劳累 晚上却冻得睡不着觉 它们只有靠天施工人们在冬季的地区 像一块小小的铺路石的选用一样 八阔街的改造 从每个独居特色的标牌 到每一扇传统门窗的花式 从供电供暖下水道的设计施工 到通讯电缆的铺设和建筑材料的选用 都必须精益求精 在严格尊重传统的基础上 考虑到未来的城市发展和需要 在整个八阔街改造工作中 最棘手的就要算地下管网建设 这是一项巨大的工程 总共花费了建设总资金的80% 地下管网共新建和改造供水管道8.2公里 架设通信光栏820公里 形成了完备的电力通讯 节能供暖和自来水排污网络系统 多吉一家告别了烧牛粪取暖的历史 充足的暖气供应和内层的中空铝合金玻璃窗 让他们的冬天不再寒冷 而直达四楼的自来水供应 新增的卫生设施 让他们的生活更加便捷舒适 污水的时候院子里的人都高兴不啊 多高兴的人 现在四桌上有水了 我们不马上来 在来自全国的古建筑专家 文物保护专家 宗教和民俗专家的共同努力下 一个古城特色鲜明 历史氛围浓厚 基础设施完善 人居环境优美 文化遗产得到最好保护的八口街 呈现在了世人的面前 白色是雪山苏油的色彩 红色则表达尊严和怀念 黄色神圣和威严的象征 这里处处体现着设计建设者的别具象星 地上的这些标注了不同用途的井盖 不仅耐热耐寒耐磨 还可以抗压抗弯抗冲击 能承受四十吨消防车的压力 这些充满藏族文化元素的镀灯 经过了五十次的实验 才符合要求达到宗教文化 与照明功能的完美统一 灯的名字也极具美感 叫佛光普照 虔诚光环 吉祥天珠 八口街的保护和改造工程 为中国乃至世界古城保护和改造 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 雪域圣城再次彰显出了 它迷人的魅力 借助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民族文化 今天的拉萨以多种方式 向世界展示着它独特的魅力 小用文化资源 做大文化产业 成为西藏全面发展的新引擎 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身后的舞台 应该算是世界上海拔最高最宏伟的舞台了 那演出的现场也是非常的特别 是以巍峨的群山为背景 以浩瀚的星空为帷幕 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期待吧 期待一场非常震撼而又精彩的演出吧 大型石井剧《文城公主》 每天在拉萨市南山文化创意产业园区上面 这里与布达拉宫隔岸相望 历史与现代在这里交融 先进的多媒体影音技术及五美灯光设备 营造出超越以往任何石井剧的视听震撼效果 根据剧情变换的雪山丛林 给观众带来一场精彩的视觉盛宴 真人 真马 真车的石井 将大唐歌舞与西藏地区流传久远的 藏舞 藏戏 符号念唱等艺术形式相结合 构成藏汉一家的华美乐章 汉藏两个民族交织的美好旋律中 世界屋脊上的拉日铁路是西藏的骄傲 中国的骄傲 我们将登上开往日喀则的列车 带领你去完成一次穿越彩虹的旅程 在拉日铁路上运行的和谐N3高原型火车头 是中国自己研制的大功率高原内燃机车 它亮相天路 结束了之前青藏铁路大功率牵引机车 还需依赖国外进口的历史 和谐N3以强大的功率 灵活地操控稳定的性能 解决了高寒缺氧等极端恶劣情况下 拉日铁路内燃机车牵引隧道最长的世界性难题 刚刚竣工的拉日铁路 应该算是事业上海拔最高 难度系数最大的了 它的科技水平也是一流的 今天我们就带大家好好的来体验一番 我们沿拉萨河而下 一路向西 此行将途经堆龙德庆县驱水县 速雅鲁藏布江而上后 经尼木仁布县抵达日喀泽 全程251公里 拉日铁路在旋址设计上 三次跨越雅鲁藏布江 两次跨越拉萨河 这样做是不是有点不可思议呢 其实这是为了避开 雅鲁藏布江中游河谷 黑井赫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和日喀泽盐融自然保护区 驱水的水源保护区等生态敏感区 可以这么说 拉日铁路不仅是当今 世界铁路建设史上的一个奇迹 也是一条面向未来的高原环保铁路 马上就要经过的拉萨河特大桥 是拉日铁路上最大的桥梁 它全长三公里 不知大家发现没有 在桥面上共有四根铁轨 对于单线运行的拉日铁路 为什么要多出这两根铁轨呢 它有着什么特殊的作用呢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让我来告诉大家吧 其实拉日铁路沿途的地质是非常恶劣的 那为了保证我们行车的安全呢 都会在大桥上采用像这样四轨铺设的方式 除了两条运行的铁轨之外 在旁边还会铺设两条护轮轨 就是列车一旦脱轨了 车轮就会被死死的卡在护轮轨和铁轨之间 从而避免翻车事故 更不会从桥上掉到河里去 这个道理你明白了吗 拉日铁路是世界桥寒密度最大的铁路之一 它穿行在世界之岁的雅鲁藏无江峡谷区 桥隧量几乎占了总工程量的一半 其中桥梁114座 隧道29条 它也被称为世界桥梁隧道博物馆 由于地质条件复杂 桥隧比例高 环保投入大 拉日铁路每米造价超过了5万元 这也达到了当今中国铁路建设之岁 前面就是非常著名的宗嘎隧道了 它的全长是10公里 可以说它算是这个世界上最长的高原隧道了 在这样山势陡峭 又深又窄的峡谷里 大型的工程机械是怎样作业的呢 我来告诉大家吧 为了运送施工机械 不得不驾起跨江锁道 用钢锁把挖掘机装载机 一台台掉过江去 再从山体侧面打个施工隧洞进入主线 宗嘎一号隧道宽度仅有5米 由于隧道过长 氧气不足 工人只有背着氧气罐进行作业 施工车辆无法掉头 靠倒退着运送废料 总共耗时25个月才打通 我们马上就要进入到这个隧道了 它的名字叫做吉沃西嘎隧道 其实这条隧道的话 它其实并不长 只有4公里 但是它却是最特别的一条隧道 因为它里面的温度已经达到了50摄氏度以上 为什么隧道会这么热呢 正是因为在拉日铁路穿越的 雅鲁藏湖江峡谷区 约有60公里范围内 分布着大量的高原温泉及热泉 地热温度一般在40摄氏度到90摄氏度之间 为国内之最世界罕见 因为我们现在在这样一个封闭的车厢里面 感觉不到它的热度 但是我们摸一摸这个车窗 有一股热流 所以还是有这个温度在的 这么热的一条高原温隧道 人进去一会儿就要晕厥 那它是怎么施工的呢 为解决这一问题 工程技术人员在洞内安装了4台大功率风扇 并且堆制了大量的冰块不断洒水 在洞外又安置了强对流通风机 这就等于给隧道安装了一个大大的循环式空调 强制降低了温度 攻克高原地热高温 这是拉日铁路解决的又一项世界性难题 钻过吉沃西嘎隧道 我们马上就要到尼姆站了 在这里又有什么秘密在等着我们呢 因为停车只有短短的两分钟 我们得赶紧下车看一看 现在我们到这个站台呢是非常的特别 为什么特别呢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它其实不是直的而是一个圆弧形 为什么一个站台不是直的是圆弧形呢 那是因为我们的泥木线是位于峡谷之间 它平整的土地是非常少的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车站也是应地制宜 把它建成了圆弧 这样呢我们的火车也是受了点委屈 让它弯着腰考栈 穿越地热区 列车又驶入了一条海拔四千米的高原封沙带 在拉日铁路沿线的斜绒极穷压口等处 都分布着大范围的移动及半固定沙地 为此拉日铁路的建设者 在防风固沙植被防护方面想尽了办法 他们通过反复试验 创造出了这种石方格草方格的立体固沙模式 解决高海拔风沙治理 是拉日铁路克服的第三个世界性难题 我们前面呢就是拉日铁路的最后一座桥梁了 过了这座桥梁之后呢 就到了我们的日喀泽站了 全长一千一百多米的年储和特大桥 是拉日铁路全线跨度最大的桥梁 达到了二百六十八米 它像一座美丽的彩虹 成为了日喀泽式的标志性建筑 可是这里还有一个秘密 你发现没有 大桥的四个桥墩很特别 它们不是固定在大地上 而是端坐在四个可以活动的红色支架上 这又是为什么呢 让我来给大家揭开谜底吧 其实因为年储和大桥 离日喀泽车站呢也就只有一公里 那车辆在进站出站的过程中呢 必然会到这个地方进行减速和加速的过程 这个时候呢就会大大增加桥梁的震动 那如果是助力不动的桥墩的话 一定会因为震动而受损 甚至是垮塌 而坐在这四个球形的减震器上的桥墩呢 就能够有效地吸收震动的能量 让大桥毫发无损 现在呢我们是到了终点站日喀泽站了 经过三个小时的短途旅行 不知道你有没有领略拉日铁路的魅力呢 当然它沿途的风景和秘密还不止这些 一个湖泊有南淡北咸两种味道 一座寺庙有佛教三种教派和墓共处 这里有可以求死的树 也有可以弹琴的湖 雅鲁藏部大峡谷被称为人类最后的秘境 这里有落差五十米的瀑布群 世界宾威的雪豹和小熊猫 还有一百五十四种美丽的杜鹃花 巨大的冰封下是壮丽的高山草原和雄浑的原始森林 拉日铁路经过的杨州庸措 是一个形状奇特的圣符 据说虔诚的佛教徒每年都要绕湖一周 起码历时一个月 等于到拉萨朝圣了一次 这里是全世界鸟类和水禽的乐园 它们到底有多少种 至今没有人能统计清楚 拉日铁路途经拉萨河与雅鲁藏谷交汇处 住着西藏唯一一个世代打鱼威声的村洞 拉日铁路的压轴大戏 当然是珠穆朗玛 这座地球上最巍峨的山峰 每年还在以1.2厘米向上生长 自1953年5月24日 人类首登成功之后 它就成为了人类战胜自己 永不停步的精神象征 根据国家规划 拉日铁路还将进一步延伸 西藏的交通建设也将进一步提索 西藏高原的资源优势 正逐步转化为经济优势 越来越多的西藏特色产品 将通过这一条条钢铁之路 走出高原走向世界 西藏也将以自己独特的 区别优势和地缘优势 助推南亚贸易陆路 大通道的嵌设和行程 拉日铁路仿佛一条洁白的纽带 把汉藏两个民族连接在一起 更加紧密 更加和谐 在西藏临州县松盘乡 我们遇到了一位普通的牧民 恰多 他每天都会赶着自家的羊群 来到这里放牧 他家的牛羊 来自江苏对口支援项目的 无偿捐赠 这不仅是他的新财富 更是他的未来的希望 他们不只是给我们带来了牛奶 而是给我们带来了奶牛 对我们农牧民持续增收 带来了一种的保障 二十年来 群公共派出七批 近六千名原葬干部 及专业技术人员 尽在工作 他们来自不同行业 不同地域 却为了同一个愿望 与行使命 集体向西位移 这也许是世界上最特殊的迁徙 也是世界上最柔情的爱心传递 正是这六千双手 将中央暖融融的关怀 将全国各地热腾腾的情意 送到了西藏各族人民的心肩 汇集成最温暖的力量 二十年来 国家累计投入原葬资金二百六十亿元 为西藏跨越式发展 注入了强大的动力和活力 今天的西藏 所有农牧民都住进了舒适 坚固 具有民族特色的安居房 今天的拉萨市 正式成为了第三批全国文明城市 连续六年 被评为中国最幸福城市第一名 西藏在全国第一个实现了 从小学到高中的免费教育 在全国率先实现了 全区农牧民的免费医疗 西藏2013年GDP 一举突破了八百亿元 已经连续十一年 保持了两位数的高速增长 这二十年 是西藏各族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最快的时期 汉藏民族团结更加巩固 雪域高原洒满吉祥 昔日 文城公主进藏的驼铃声早已远去 今天 在这一百二十万平方公里的雪域高原上 正书写着民族团结 跨越发展 长治久安的历史新篇章 在这里 我们再一次 祝福西藏各族人民幸福安康 祝福西藏的明天更加美好 小时 德烦 中文字幕志愿者 千万物 中文字幕志愿者 千万物 尘封的情 残风风雨 我处处寻放你 一段段来解读你 古老的秘密 多少感动令人难忘 多少精彩让人着迷 中国故事中国美丽 长江黄河深州万里 中国故事中国美丽 每一个角落都留下 追梦的足迹 足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深藏的美丽 尘封洋凡 我默默祝福你 彼此基角